回头再来关心疫苗 我们台湾有可能加入生产莫德纳疫苗的行列吗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一旦加入这个生产疫苗的行列 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取得疫苗 在疫苗供应上面也会比较无余 这有媒体报道指出 国卫院目前正在整合国内的资源 希望可以向莫德纳药厂的厂商来谈授权 那最主要可行的话 预估6个月到9个月之内 可以生产3到5亿剂的疫苗 基本授权时间大约是5到10年 不过目前的进度 还在跟国内的疫苗厂商谈的阶段 是不是确定可以这样做 都还是未知数 这是总统蔡英文去年到国外院 视察生物制药厂的画面 当时蔡总统喊出要国人放心 因为国外院就是我们研发疫苗跟药物 最有力的后盾 现在真的派上用厂了吗 国内疫情持续延烧 台湾向国外采购的疫苗 到货的进度 远比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 有媒体指出 国务院正在盘点国内厂商的技术跟量能 主备跟莫德纳要产谈授权 希望可以让莫德纳疫苗MIT再谈生产 根据消息指出 如果台湾顺利跟莫德纳签约在台代工 预计6到9个月之内 可以生产三到五亿剂的莫德纳疫苗 但国务院食药署目前还在跟国内的疫苗厂开会讨论技术产量的阶段 希望能采多家厂商分工的方式争取授权 能否整合甚至成功签下合约都还是未知数 而国务院锁定的莫德纳疫苗 采用的mRNA技术跟BNT一样 威权自然期刊指出 施打mRNA疫苗免疫力或许可以持续一辈子 所以这个本来他的免疫 免疫的一个反应 本来就是可以很持久 这个应该不是mRNA疫苗的特有的现象 是否真的要打两剂就可保终生 国内专家认为还需要实验证明 但是病毒诡谴多变 疫苗还得随着时间来证明效力 华市新闻三名张俊慧李奇廷台北报道